欢迎和感谢大家来到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的疾病 是我们一点也不陌生的肝炎 大家都知道 它是因为肝炎病毒感染而引起的 一种有传染性的疾病 到目前为止 已经知道 肝炎病毒有五种类型 ABCDE 甲乙丙丁物 所以肝炎的分类呢 就是A型肝炎 也叫甲型肝炎 B型肝炎 也就是乙型肝炎 就这样来分了 平常呢 也被大家简称为甲肝和乙肝 病毒和细菌不一样 它一定要在生体的细胞内 才能存活 增值 肝炎病毒 是对人体的肝脏细胞 有特殊的亲和力的 一类病毒 并且在肝脏细胞里 存活也会进一步的增值 今天我们重点来说的呢 是乙型肝炎病毒 也叫做B型肝炎病毒 那它是怎么感染到人的身体里的呢 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 一个呢 是经过体液 另一个是血液 还有一个是通过妈妈怀孕 生产时候的垂直母婴途径 那什么是体液呢 我们的口腔里的唾液 运动的时候 干活的时候出的汗液 还有男性的精液 以及尿液 都是体液 这样一说 比如通过性爱中的精液 或者是治疗疾病时的输血 可以感染乙肝病毒 像类似这样的途径 就比较容易理解 可是为什么我们周围 会有那么多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呢 那是因为生活中的有些细小环节 会成为感染途径 却非常容易被忽视 比如在商场买耳环的时候 很多人都试戴同一个耳环 而且耳钉很可能会扎破耳朵的皮肤 有非常微量的血会粘在那个耳环上 那下一个人又是 还有可能被扎破 虽然只是出了一点点血 但是都有可能使病毒 从这个人的血液到另一个人的血液中去 还有像大学同宿舍的男同学 共用一个刮胡刀 毒品注射者共同使用一个注射器 还有纹身刺青时候用的那个针头 它也不消毒 又给很多人用等等 这种凡是有可能造成出血 污染了器具 被另一个人再使用的过程 都有很大的感染的可能 所以即便是家里人之间也有很高的传染的可能性 还有就是职业性的传染途径 比如医护人员在工作中给病人注射的时候 给病人注射的针头 不小心扎到了自己 这时候呢 也有比较高的感染的可能 一旦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 就必须要用流水长时间的 一直冲洗这个伤口 然后还要再用肥皂清洗 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很大程度的减少感染的发生 那感染了乙型肝炎病毒 是不是一定会得肝炎呢 应该说不一定 大多数人即便是感染了乙肝病毒 也只是一过性的 并不发病 一般情况来说 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感染了病毒的人 会在一到六个月的潜伏期以后 出现肝炎的症状 潜伏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即便感染了 也没有什么感觉 而且这个没有症状的阶段呢 因人而异会持续一到六个月 当人体感染了大量的乙肝病毒 肝细胞就会受到病毒的攻击 而引起炎症 就是我们说的肝炎 它的结果呢 可能会有四种情况 那就是急性肝炎 慢性肝炎 肝硬化 以及矩症肝炎 这时候发生了肝炎的身体呢 就会出现一些症状 比如全身的倦怠感啊 没有食欲 甚至恶心呕吐 发烧 以及皮肤会变黄 尿的颜色也会变得很深 棕褐色的 还有就是上腹部的疼痛 如果这个时候做喜悦检查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雪中的骨饼转胺酶 骨草转胺酶 也会增高 还有打红素也增加 那真正的判断是不是得了乙肝呢 而且是不是急性期的乙型肝炎呢 其实有两项指标 就可以基本上帮助确定 一个就是乙型肝炎病毒的表面抗原的阳性 还有一个呢 是Igm型的乙型肝炎病毒的核抗体 呈现出高效价 在急性的乙型肝炎发病的时候 即便是有肝功能的异常 但大多数是会自然治愈 成为一种非活动性的病毒学代者 只有很少一部分急性肝炎 会转为慢性肝炎 慢性肝炎的患者里头呢 主要是从母婴感染的 乳幼儿发病呢 相对是多一些 也有一部分会进展为肝硬化 甚至是肝细胞癌 慢性肝炎的证断标准呢 是指乙肝病毒的表面抗原阳性 时间持续了六个月以上 同时呢 另一种核抗体就是Igg型的出现高效价 肝功能的异常呢 也持续出现六个月以上 我们知道每一次针对病毒的血液化验 都会有很多内容 那它们都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样就可以学会自己看懂化验单 第一项呢 就是表面抗原阳性 就是表示处在一个感染的状态 而表面抗体阳性的时候呢 是表明已经治愈了 但是说明已经有过曾经感染的病史 还有一种是益抗原 益抗原阳性的时候呢 是表明正处在肝炎的活动期 这个时候病毒的增殖力感染力也很强 当益抗体阳性的时候呢 就表明已经走出了活动期 原则上呢 是已经进入了一个恢复期的状态 Igm型的核心抗体如果阳性的话呢 是发病的早期 而Igg型的核心抗体阳性的时候呢 表明已经进入了发病的后期 在化验单上出现的这些项目 我们看到它的阳性的时候呢 它都有表示病期的不同的特殊的含义 那我们都一定非常关心预防的措施 除了避免以上所说的体液 血液可能的感染环节以外 还有一个非常有效的预防的方法 就是疫苗的接种 对于母亲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的新生儿来说 是主要重视了接种对象 出生后 12小时就接种第一次 一个月以后呢 接种第二次 6个月以后接种第三次 经过三次的接种 就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安定的免疫状态 对于成年人来说 尤其是医护人员 有高风险感染肝炎病毒的人群来说 都应该积极地通过疫苗接种 来预防 成人的疫苗接种也是分三次 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呢 要间隔四周 第三次呢 要间隔20到24周 那在治疗方面呢 抗病毒类的 B型肝炎的治疗药物来说 自从2000年 有了口服 抗病毒药 拉米夫定以后 陆续 又有 阿德福尾 NT卡尾 具乙二唇干扰素 还有 提诺福尾 这好几种呢 抗病毒的 乙肝治疗药呢 也投入了临床的治疗 虽然每一种 抗病毒的药 都有它们各自的优势 也有它们各自的 局限性 但是总而言之 这些药物 对于乙肾肝炎的病人来说 都是福音 都是带给它们的希望 好 如果你受益于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为我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并转发给家人和朋友们 还要打开小铃铛来支持我 我也非常欢迎 你在我的视频下给我留言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